回到节目时间 今天再和大家看看元朗洪水桥上桌 开放式单位的交流质素和设计 研修单位位于顶层 业主去年买入收租 实用面积243呎 露台烫门和路轨在室外 容易积藏砂石 而且烫门设计令到更换的程序繁复 和会增加日后维修成本 另外露台地台手工不好 容易有积水的问题 白利堡和富豪酒店发展的元朗洪水桥上桌 去年年中推售 囚批折实赤价11800元 虽然较同区二手高最少三成 但折实入场费低过240万 吸引不少投资者买入 研修的单位就是由投资收租客买入 斥支大约310万 赤价接近12800元 属于全开放式设计 实用面积243呎 全屋一眼望通 客厅连开放式厨房大约180呎 厨房有基本的电池炉 微波炉和厨柜等 部分设备未入伙 火箭机损坏 墙口采用玻璃幕墙设计 彩光度充足 但就没有闪窗 变成一旦翻风下雨 露台烫门关门后 空气流通就会比较差 露台门和路轨设计室外 容易即藏沙石和树叶 增加日后清洁的难度 加上烫门比较阔 一大需要更换 工序繁复 亦都增加维修成本 门的闊度 你看到烫门 比外面的露台大 将来如果玻璃烂了 要更换 或者烫门的车要更换 就要把门全烫到那边 再踏行才可以做到 因为露台不够大 这个露台有个锅 停了去的 就要拆完那个锅 退到最尽 然后再向外回出去才可以换玻璃 露台的另一个问题 是地台铺设手工不理想 高低不平 炎修当日正直下雨 地下有一大片的积水 这里有碳水就走不完 刚才更大碳 不过蒸发了一点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位置已经去完了 碳水在这里 很明显地台有积水的情况 做这个也挺快 因为它的斜度不够 就要建一些专材铺 那没办法 因为有积水的话容易养蚊 浴室在大门隔离 以磨砂玻璃堂门分隔 施引度比较低 这里不够30尺 浴室櫃门以镜面式面 却闯视觉空间 不过柜门没有加装防撞膠粒 或者固定器 用起上来容易发生碰撞 这两个柜子用掩盘开的时候 它就会开到 好像这边那样 会碰到撞到墙 那就会有机会撞爆玻璃 应该会要加一些膠粒 做一个防撞才行 这幅玻璃起码有超过三尺高 这幅玻璃开门的时候 碰到爆的机会都容易 浴室有棋缸 跟早前验收屋卷的丹麦一样 棋缸的水龙头边有纳粒 临浴间的水龙头边 跟上次一样 都没有塞到后边的洞 现在靠个盆遮住它 其实水一样会涎进去 担心水会进去墙背 两个单位都有同一个问题 其实我建议发展商 全部单位都要检查一次 上续提供134个分层单位 项目的洋房部分 名为富豪决停 36座洋房一律超过2,100尺 3房和4房间隔 根据项目成交纪录差 至今卖出7座洋房 套件超过1亿6千万